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2006年就开始了 开始是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 大概接近一万人吧 现在估计没有那么多了 可能连工厂加市场的话也就有2000多人 我开始做品牌是文案起步 就是文案是这个公司品牌部的工作的一部分 品牌部有的公司它叫市场部 叫策划部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 但每个公司它对这个部门的话定位还是不一样的 有的虽然是叫市场部 但实际上接触的更多是渠道 销售人员 考核也是考核销量的KPI 所以它的职能是销售部 它就不是市场部 我长期从事的就是偏向于整个品牌形象的输出 思维的输出 一般这个部门它有自己完善的策划 产品设计 平面设计 包括文案 有的比较大的 还有自己的平面和影视的派出 这种架构比较类似于广播公司 其实这个领域的话 就是每个公司的话 表现形式还完全不一样 具体主要还是产品 有的公司虽然也有自己的产品系列 它都是代工的 但是自己的产品的话 在市场上面很容易跟其他品牌不巧 因为一个代工厂 它提供的产品都差不多 对于每个代工客户的话 无非就是换个颜色 简单改一下 如果一个品牌的话 它没有自己的设计能力 贴出来的东西 那自然就是差不多的 所以品牌啊 它还是有区分的 就是原创和非原创 我主要打工的三个公司 和之后参与创业 或者自己创业的三个公司 都是在做原创品牌 而且之前 我不是做婚商鞋帽的 是做食品化妆品的 2018年我才开始做鞋 可能很多人觉得 在公司里做品牌啊 工作内容和外包的广告公司差不多 实际上在我们看来是大不一样 这个差别主要来源于策划 很多公司也叫企划 战略规划 我是不大意 愿意用 战略规划这个词的 这个太虚了 在我和我同事眼里 广告公司就是不行 就是执行策划方案 形成平面啊 影视啊 广播稿啊 杂志啊 文稿啊 地面店装修 这一类东西 我们其实看待品牌部的话 也是这样 就是片子稿子带着 包装 也就是这类东西 就是必须要拿出来 不要一天到晚谈战略规划 三年五年计划 什么的 在我们看来的话 广告公司是没有什么策划能力的 它就是建筑 很多公司也宣称自己有啊 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在我面前去显摆他们的东西 作为一个专门做品牌的公司的话 它的要求它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文案 我们自己的公司对我们的要求的话 就是必须要对销量产生直接的影响 你去跟广告公司谈这个要求的话 它不会答应你的 他们做不到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文案的话 就放出去以后 你比如说杂志和报纸 一些报纸还是很强盛的 或是会收到很多的资讯电话 会产生直接的销量 它是整个销售环节 并不缺少的一部分 广告公司它做不到 我的很多同事的话 都曾经卖过自己的文案 我也卖过 最高的话 一个报纸整版的话 卖到过1万块钱 那是09年的事 报纸时代的最末期 以后就是互联网时代了 到了互联网时代的话 其实对于一个品牌部门的话 它架构变化不是很大 基本也是分为策划文案设计影视 设计又分为平面设计和美工 我开始也分不清 把设计师叫美工 天天美工美工的设计师 就很不乐意 就过来纠正我 设计肯定不是美工 美工就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 比如做一些淘宝页面 各个平台的页面 临时出商图 但是设设计师的话 它要涉及到整个微暗 整个色调的一个规划 也涉及到平面印刷和各种物料制作的质量 这些实际上都是有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 在招聘市场上面也是这样 一般的美工的话 就是开价7K到10K 但是设计师的话 最低就是15K起 策划是整个品牌的一个核心 策划基本上就决定了品牌的定位 调性 人群 包括第一批用户是怎么来的 怎么滚动生意 包款的设计 凡是决定品牌的发展关键点 都离不开策划 其实工作这么长时间的话 我也可以用一段话来概括策划 其实策划的话 是决定一个品牌是赚大钱还是小钱 产品呢 是决定能赚多长时间的钱 而管理呢 只能决定的是赚一块钱还是两块钱 下来的话就是产品 实际上产品的话 我们都是感觉的话 是策划思维的一个延伸 是最重要的一个载体 我们再去制造产品 实际上从一开始的话 就注入了策划思维 来去做这个产品 所以所有的产品的话 都是需要经过改造的 然后用好的材料和工艺来去做 这也是我十几年品牌工作一直在做的 这方面我不能说自己很牛 我也是一直在这条路上面坚持 其实我最佩服的同行里头 可能就是杭州养生行公司 那时候很早 十几年前刚开始下市场的时候 我会发现巡店的业务员 买水的时候会买便宜的水 就一块五那种的 一旦是去拜访 比较重要的客户 比较卖场的主管 他会买水的话 就只会买农夫三指 他们也生怕声音上的伙伴的话 注意到这种一些不上台面的一些细节 那个时候也是农夫刚刚推向市场 当然他比较成功 就是他那个广告 有点甜的那个广告 当然他的产品的话 在当时同类产品的话 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我们也会发现 他的瓶子都比较厚 就压起来变形比较小 另外盖子也高 他方便拧开 拧开后这个瓶口 它是圆倒角的 他不个嘴唇 其他产品虽然便宜五毛钱 薄啊 一捏哗啦哗啦响 另外盖子就是我说的 就不太容易拧开 产品做的毛毛烂烂的 就没点样子 卖点就是便宜 就是农夫三权 在我们那个年代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 当我们也知道 就是产品做到这个份上 他一定是老板主导的 你别看那个瓶子 差那么几个丝 一年省下的钱 这就是巨款啊 就是任何一个公司 他没办法忽略 这个钱啊 如果老板不坚持 是很难划下去的 后面我们也是了解情况 养生堂的最初的 那么几个产品 像农夫三权啊 青嘴啊 天然维生素E 就是这些 都是老板钟珊珊 一手抓起来的 后面的话 他也嫌弃外面那个瓶器厂 他总是偷工减料 所以他自己还建了瓶器厂 所以好的产品的话 他离不开策划的品质的 这个就是一个原创产品的核心 就是这些才是一个原创品牌的灵魂 后来我在参与创业或者自己创业的时候 也是围绕着这些环节去做 有些时候人手不够了 我也会做一些设计 但更多的核心工作的话 是围绕着策划 爆款的设计 怎么找到第一波人群展开的 很多人找远点可能还是在销售啊 没错啊 产品销出去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 但是销售啊真不是喊出来的 而且现在销售成本非常非常高 很多公司的销售成本实际上 还抵消不了日常的开支 日子过得也很艰难 不信就把货铺到各个店里头去 你看看有几个地方 再要不就开个天猫店 发现没销量咱们就上直通车 上个钻展再咬咬牙上个巨划算 其实折腾大半天 你会发现这么做的没用 他们有之前的品牌工作的铺垫的话 基本就是无用功 就我在做我自己的第一个爆款产品吧 那个时候是参与创业 而且还没发现自己的小宇宙 就推广两轮以后 以前我没怎么做过销售工作的 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签了快20个渠道 都是大上线 基本情况讲一下 人家马上就是安排见面 反正那一个月 基本都是在机场和火车站读过的 那个时候是11年 印象当中的话 各个渠道的商品审查会 只要报名就通过 有的商审会他赶不上 就MD就是买手 他会直接拿着商品 去找自己老大去开绿灯 那时候我也上了一个B2C平台 就是乐丰网 乐丰他注意到我的产品卖的还不错 所以他用自己的那个品牌 就进家贴了个同款产品 就是放在一块卖 也是在乐丰网上卖 他卖39 卖了几百件吧 我卖98 卖了1万多件 最后他干脆偷偷把我下架了 说卖断货了 那段时间他卖了一点 后来我跟乐丰网一个副总裁 他见过面 他是管社区的 他问我这个工作的话 我们这块需要几个人 我说只有我一个 他也是很吃惊 因为当时靖家这个品牌 做品牌工作的话 有20多个人 当然靖家这个品牌 都SKO比较多 他需要人手多的 我的工作方式 也就是一段时间只做一个 但其实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这段时间也交了不少做品牌的朋友 我发现他们其实还是比较开放的 我之前也不认识渠道的人 这都是他们介绍的 效率很快 以前和那种做销售做运营的人 这个时候他们帮不上忙的 一个他手头他又没有什么东西 就靠几个大佬活的 渠道基本上就是他命根的 他不会轻易跟你说的 做品牌做运营的人 他其实交流的内容还是不一样 你像做运营的 他基本就是谈跟谁的关系好 这块能搞定 那块能搞定 但是做品牌的 就是在一块交流面会大一些 就是包装材质 供应链怎么搞 曝光单怎么过 包括推广怎么弄 信息量会很大 就在这个不久 就是有猎头也找到我 介绍我去一家中性公司 就年销售两个亿吧 去做品牌总监 我和那个老板面试过程 其实很简单 就是带人产品往那一放 讲了没几分钟 老板就开始问我 什么时候可以过来上班 被调都不做的 其实后面的话 我了解了他们还是做法 他们找到我们代工厂 问一问销量 问问谁操盘的 他马上就清除了 但是我还是不大喜欢做这种岗位 因为要设计很多的管理工作 要和供应商和下游的渠道 去打很多的交道 很多都是面上的事情 来来往往的一点效率都没有 所以一年以后的话 我就自己创业了 从境外贴牌产品 或者代理产品 这些都是经过我策划改造 那除了产品呢 推广也是我很聚焦去做的一块工作 推广的核心 就是这里头就是下的功夫最大的 我认为就是数据分析 就09年开始的话 我就开始使用这些演员呀 小大人还有博主来去推广我的产品 这事先呢 我会分析他们的数据 这个会占用我大量的时间 而且这个工作也会很累 往往一做就是几天 但非常关键 因为算上演艺人员的费用 包括平台费用 还有备货成本啊 这个最最少也有几十万 所以演艺圈经济圈 我算是小熟吧 就是这些数据分析啊 我不光是工作方面运动 而且有时候会给朋友分析些些东西 比如说一年之内的话 总有一两个人找到我 让我看看一些东西靠谱不靠谱 我一看呢 竟是一些什么呀 什么比特币代币呀 什么炒外汇呀 龙什么资啊 一看都是智商税领域的 但有些是熟人他不好推 还要给他提前一个认证禁 我也不希望他们录这些课 啊 往往我会拿出一些完整的数据 你比如说那个比特币代币啊 今年初我就听到一个 他叫 帮拉斯托肯 搬砖就是从低价的交易所买进 再高价的交易所卖出 来赚取的差价 但是8月15号我听的消息说 这完全是一个很大的骗局 当时我对使用代币的人群非常感兴趣 我想看看这个人群是怎么分布的 啊 就是一查数据 最后查下来的话 竟是些什么呀 墨西哥北部的人啊 马来西亚的 菲律宾的人啊 东南亚的人啊 有时候还有美国加州的人啊 这个加州 它是亚语比较集中的地方 最后一查源头的话 是韩国人发明的套路啊 我这个时候就会把完完整整的数据 交给对方 而且会说的清清楚楚的啊 其实重点只有一条 如果一个事情只有亚语感兴趣 其他主义不感兴趣 那说明这个东西的话 本身它就存在重大的缺陷 当然说的还是比较客气了 回不回头就是他的事儿 我也会经常分分析一些 突然一段时间比较火的比较邪火的东西 比如哪个人火了 哪个产品品地又串起来了 比如说前几年日本的那个美龙仪 火的很邪火 号称火了二十多年 一查就露馅了 做到今年还不到十年 它怎么回事 它是现在美国推了一把 没火 就很快就没有声音了 再到东南亚转了一圈 最后是在台湾省推爆 日本本土还靠后 最后是靠代购 在中国给它推爆表 这是赚了大钱 一台死贵的 几千块钱 经常断货 其实讲了这么多 其实讲透品牌是什么工作 其实蛮难的 这个领域还比较宽 我也是把我认为的这些关键点 简单的分享一下 这些工作内容 当然有我的摸索和努力 但是比较关键 比较重要的话 就是一开始的那几个老师 非常关键 他就能把你之前非常垃圾的思维 形成有力的聚焦 能形成东西 就是我在做文案工作两年以后 也就是09年的时候 我应聘到一家中信公司 去做品牌总监 当时他大概销量一个多亿吧 就是中信公司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做品牌总监 以前老板其实是事实上的品牌总监 因为这个公司所有产品的包装文案 广告片广播稿 其实都是老板亲自亲力亲为 我刚开始见他的时候 这说实话我的思维还是比较碎的 也形成不了力量 最多也就是广告公司那个水平 面面俱到四平八稳 在市场上实际上是需要你一出手 马上就要砍开一条缝 我当时其实没那个能力 就是这个老板把我揉捏成另外一个我 但这个老板他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他脾气比较坏 他经常骂人 包括身边的人 外面的人 比如说供应商 广告公司 这经常骂 而且骂的都比较直接 而且人越多他骂的越厉害 你一看你就知道 他小孩子脾气 他也比较显白 包括也经常骂我 他学历不算高 就是中专毕业 但非常好学 他在2000年的时候实际上身家就过亿了 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和工厂 但那个时候他还是去学校里的进修 别人进修的话都会去什么MBA 光华 中欧什么的 他是专门跑到北京电影学院 进修了两年咱们拍片子 他有非常可取的一面 当时骂我的话 开始的话 我也觉得蛮无所谓 觉得他那种骂法的话 他就没什么杀伤力 后面也被骂的烦了 他就不愿意跟他说话 我们俩的习惯都是晚上工作 一人手一个设计师在那边做包装 所以跟我们工作的设计师都比较苦逼 我们俩是不说话的 我们各自跟各个设计师在那边交流 但我会出的耳朵去听他在讲什么 后面我也是发现他在竖的耳朵听我在讲什么 我刚讲完 他会马上告诉设计师该怎么去调整 但是更多的时候 我还是接见他的意见了 因为他的意见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优秀 其实就是这么个过程 把我之前很碎的东西全部都粘了一块了 后来有条件操作项目 就是把之前这种思维再度强化 再度完善 操作过几个项目的话 就别说产品了 其实连说话的语气都会变调 会笨重点 会追求操作性 会追求放在一个团队里头是否有效 不会像以前那样 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个是错 那个是错 其实经历过就知道 能够快速通向罗马的其实就是那么一条路 这是我一个非常关键的老师 另外和我配合的设计师也是不错的 我在开始自己尝试做包装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过一句话 横平竖直 就是这句话我就练了快十年 虽然不经常做包装 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就会跟以前有巨大的区别 会有人买我的包装 会用人民币投票 或者Apple World上面 也能赚一点点美元 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当然我并不靠文案设计 就是作为一种职业 而是通过这种技能的提升 来控制人员质量和产品质量 经常会有人 会让我点评一些新做出来的包装 其实你在看的时候 就是做包装这个人的年龄性格 甚至有没有拍他老板的马屁 其实我都会猜得很准 就是包括面试设计师 我觉得我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一挑一个人 接下来 去去去来 去去去去的 进来 行去去吧